Hello 各位好 又来到9月28日的凌晨时分 9月27日很忙 真的忙到爆了 还说五六场的事情 我已经有点想睡觉了 但依然答应了大家 每天睡觉前都要和大家做节目 所以我都要继续做梳母论证 也不觉得有什么烦的地方 这是我开心的事 也希望将一些资讯和大家分析分享 今天准备了很多也都上过台湾的一些证量节目 基本上都用Mandarin 和华语 能够和大家去做 我也都将有关的片段放上Facebook 也都会在我的YouTube community share 大家可以看 如果你说听北京话有问题的话 我今天讲广东话和大家做这个节目 所以你们不会漏招 希望大家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这些广告 利用superfan's function赞足支持本日 讲我们今天主题日本大选之前 当然要讲到昨天我漏讲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香港 大家看到立场新闻案宣判了 真是心里面很难过 郭伟健讲完歪理 都不需要我讲他怎样歪理 越讲大家越猛争 大家觉得越离谱 但每一次的离谱和猛争都知道 有一帮这样的垃圾废柴 不知是废柴 最道德上有极度缺陷的人 有时香港光伏之后审判了这个人 国伟健说明国伟健法官 这帮人判了这个林少彤虽然当庭释放 但他新患癌症希望他尽快康复 当年整年上下的一个肌压 完全是一种未甚先压 最后现在已经关押的时间已经够了 现在释放他了 但是中沛权 两位都要出色的记者 中沛权 他也都要再混多九个半月 我希望他平安 也都希望他能够 为他祈祷 也都希望大家能探监探监 能够去写信的写信 能够送温暖给他们 送温暖给他 还有仍然在欲中的他太太 陈培文 也都希望大家 对于所有陷肉的一些手足 也都希望大家多多关怀 我们除了祈祷 除了向外界宣扬他们的事迹 也都记住 心里面要记住 什么叫信念 什么叫观念 价值 希望 我们一定会走下去的 另外我们都知道 昨天 这件重要新闻之外 也都有其他新闻 我真的不是很想说 千里共禅娟那些 我真的完全没有兴趣说那些 我只是说 香港有很多这么重要的新闻 为什么不来呢 是吧 Stop CCP Act 美国通过的 这个重要的一个法案 但是当然了 你问我都是雷声大雨 怎么笑的 当然他在说揽炒 中共中央委员会 不是政治局这么简单 不是常务委员这么简单 是说所有的中央委员 还有他们直系家属都要被制裁 怎么制裁呢 你们不可以在美国买卖资产 也都不可以拿出签证入美国 不是取消 或者已经有签证在美国 取消你的签证 这些东西 说到最后 其实不是真的制裁 只是抬它走 你想想 因为他们那帮人 如果真的要搞的 开一单学公司 找一大堆的人头 照样可以做一大堆的东西 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就说共产党做的这些事 这些文明的国家 用这些这样的虚访一招 整式整水的一些所谓的立法 我觉得是没用的 五年以来我会告诉你 这些是对于一些政客做show 给一个V字 做到事了又行了 拍照了 帮香港 支持香港 说这些就行 但我给大家知道 他对于左客现在香港发生的苦难 对于消灭共产党 对于殲滅港共制裁 李家超制裁林郑月娥 这帮警狗 是没什么大的作用 OK 我告诉你 你知道什么是最大的作用 我们香港人 制造真正的恐怖给这帮人 就有作用 好听些的反抗 不好听些是什么 大家自己想 对不对 就是我们与其去 就是说 要求外国去做一些这样的事 他们会得到什么分数呢 哎呀好厉害 多谢你们参众议员 这么支持香港 我们当然会说这些说话 但是想深一层 对于我们的苦难 对于香港的光复 对于我们的理想 是不是真的达到多少呢 你想一想 You can make friends out of it This is the only function 你可以更多的同道跟你在一起 但是那些同道做的事都是不耽用的 但是你知道不耽用的都不能开口说 你做些事不耽用的做一好 也不用这样而已 但是你说 是不是真的能够香港的苦难会结束 还是不会的 所以靠什么呢 除了靠上帝 靠运气之外呢 除了靠上帝靠运气之外呢 除了靠上帝靠运气之外呢 除了靠每一个人 有些跨当派的支持 但是也有百多票走了 然后还要参议院通过 还要总统签署了 所以很多的移民在这里 如果参议院在这个会期内通过不了的 分分钟就又重新来过了 OK 所以这个大概讲到这里 不讲太多这些枝节东西 讲日本好吗 日本为什么讲呢 他说日本是不是很重要呢 是不是和美国差不多的同等情况呢 譬如对台湾来讲 美国的对台湾的影响力 我想七成八成 日本就大概两成左右 这两个国家对于台湾的帮助 贸易往来 我们的第一倒链的坚持 国防、民防、深防各方面的事 是非常大的影响 你问我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韩国、欧盟 是不是对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呢 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有影响 我们当然都是这么说 刚刚用同样的比喻 多些朋友是好事来的 You won't know 你永远不知道哪个时候 when this will make something happen 你不知道哪个时候真的会 使得有些事情会发生的 所以当然是朋友越多越好 没有人想树敌 但我说整体来说两个国家是关键 最大的当然是美国 第二就是日本 而当光放香港的时候 不要忘记日本的取态 因为整个东亚是最强的国家 你要明白这点很重要 整个全世界怕美国 但是整个东亚来说是日本 我想大家除了争取美国的支持 也都要知道日本对于香港的重要性 有多少个日本的企业 有多少个人在这个地方工作 你自己想一想 所以我不会认为这件事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相反的你说英国 to a certain extent 是一个道义的义务 或者以前是前宗主国的一个地位 但在地缘政治上 在各方面的投资方面 BNO visa是另一件事 它是负担它的一个情感上 道德上的义务 但我会认为 即是现实世界来说 真正的geo politics 对香港来说 是美国和日本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两点 好了 去到今天的选举结果 我们又开始讲起了 选举结果 当然是石破茂 Ishiba Keiko 是当选的 二年六十七岁 从政三十八年 他见过很多的中台的领导人 包括掌经国 李登辉 马英九等等人 他是第五度挑战 他分别是在2008年挑战 麻省太郎 失败 12年和18年挑战 安倍晋三 失败 2020年挑战菅义卫 失败 当然他之后也没有挑战 Kishida 就是安田文雄 他支持河野太郎 但也是失败 这一次他第五次 真真正正亲自去问鼎 自民党总裁这个寶座 在昨天9月27日的日本自民党总裁的选举中 他以险性的姿态赢 他第一轮的选举 基本上他都是赢了第一轮的选举 第一轮的选举 第一轮的选举 他赢了第一轮的选举 议员的票 加368个党员的票 基本上加上736席 党员有105万的基础 整个自民党 你会看到 这两个加上736席 我刚刚和杰斯做过节目 都说过 小泉晋次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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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会耿颈三 的确是这样 第一名是高市祖苗 第二名是石破茂 大家估高市祖苗 赢的机会很大 我昨天也是信住这个估计 当然最后我错了 因为很基本 我昨天和杰斯做节目的时候 整个趋势是向高市祖苗 好的方面发展 他一定会入到头两名 事实上就是这样 石破茂加高市祖苗 但是这个 Takechi 最后输的原因是什么呢 日本自民党三大派是清和会的安倍派 然后有麻生派和岸田派 麻生派和安倍派都是高市祖苗 这是主流的 但岸田派竟然有所动摇 跑票 OK 这个是认令很多人意外 又是在第二轮的投票 跑票 一点半开完第一轮 一个钟之后立刻投第二轮 第一轮和第二轮之间 是两个人发表五分钟的讲话 这是日本自民党中裁的选举 当选举就是首相 内国制 最后就是石破茂在第二轮的情况 赢了高市祖苗 因为九个后输又不变两个 两个的话 石破茂在都道府院的党报票里面 拿到二十六张 而他在议员里面 竟然有189位议员支持他 加上215 高市祖苗就是21加173 两个都是输给石破茂 加上194 285对194 输多少票 21票 换言之 在当中只要有11个议员 不投石破茂 投高市祖苗 高市祖苗已经赢了 那岸田派 就很重要的一个主流派里面 赌戈的人 至于说其他的一些重要的非主流派 就是小石河联盟 就是小泉 石破茂和荷叶太郎 就all in 67岁的石破茂 高市祖苗很多的左交报纸就说 他是极右派太右了 所以那些人不喜欢他 没关系 是主流派自己在合中连横的时候 希望石破茂能够分到一杯羹给自己 麻生一向和石破不适合 因为麻生做首相的时候 石破茂想拉他下台 安倍更加all in高市祖苗 因为高市祖苗是安倍的嫡系的女弟子 另外就是岸田的现任首相 他民望已经低了 但他想all in的石破 结果石破茂是石破茂 最后就是当选的 他当时说这个是他最后一次挑战 的确是他最后一次挑战 第28任的自民党总裁 也是第102任的日本国首相 9月30日 岸田文雄现任首相就离开 10月1日 然后临时国会就会指明石破茂为下一届 即为新一任首相 而石破茂也都会到时组成新内閣 石破茂立任众议院防卫大臣 原先的防卫厅长官 后来的防卫大臣 当时是安倍时代 隆林水产大臣 也是三年多的贯市长 自民党贯市长相当重要 你们看到国民党和民进党纷纷有朱立伦,或者民进党有郭国民,其他的林伟 也纷纷祝贺石破茂当选,石破茂的爸爸石破尔朗是政治世家 他们的家人基本上有很多工作,比如说石破尔朗基本上做过参议员 自治大臣和鸟取愿的知识,即是鸟取市长 鸟取愿的知识,鸟取在哪里呢? 在北陆,应该怎样说呢? 那个地方射到中国地区,那个地方是怎样呢? 如果你离开了大阪,京都,向北走跨过重沙,去面向日本海 那个位置,那个鸟取,爱过的,很喜欢的地方 我当然不懂石破茂 很喜欢的地方,它有自己的沙漠,很有趣的 沿海的地方有沙漠,很有趣的,真沙漠的不是假的 可以在里面玩沙的 那里面有一家我记得很出名的,北海道寿司 它吃的鱼生和鱼汤,即是那些叫做什么呢? 鲜汤,哇,正,便宜,正,它们的鲤,它们的水果是非常好 而且它们做又便宜又便宜,日本比较便宜 而且在物资上是海产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大家喜欢玩的话,去去鸟取,需要一些时间 但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很值得去尝试,日本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那么它鸟取的,亦都是鸟取那个地方的选区 即是石破茂本人,刚刚说石破伊朗 但是石破茂本身是鸟取地区的一个重要骨干的众议员 那么它当然,它就在庆议大学的法律部,即是法律系毕业 那么毕业之后,就没有直接投身法律工作 就在三者银行做事 那么就等到他的父亲退休了,止成父业 因为他们系统呢,田中系,什么叫田中,Tanaka呢 田中郭榮,1972年呢 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亚邦交正常化 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那个时间 那么跟田中郭榮做事 田中郭榮就是当时候呢 和毛泽东周恩来握手相见欢 然后呢,就是日中关系解封 1972年已经建交,还要比美国早 那么当时候日本的对中共的态度相当亲事 那么田中是重要 所以最近呢,这个石破茂写一本自传 就是保守的政治家和我的身世各方面的东西 大赞田中郭榮 又说田中郭榮看到他的重要功绩就是什么呢 日本离不开中国 中国呢,就一定要对… 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在日本的分量很大 所以这一点呢,是和其他后宣人有个很根本的不同 九个后宣人排行 我昨天已经讲过 最跟中国距离近的就是这个石破茂 因为田中是一向都有跟中国深层交往的基础 那么你不要怒怒他 他是不是地下党啊 中国傀儡啊 什么中国代理人啊 我们不会这么怒怒这些东西 他跟中国距离近 你说是否亲中派呢 我会觉得他是若即若离 就是整个拜登那样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比安倍晋三千同地的分别 跟这个菅义伟 或者甚至跟这个岸田文雄呢 都是有很大的分别 OK 那么他是相当重要的人物 那么小泉淳一郎 就是小泉晋次郎的老爸 做这个首相的时候呢 也都任命这位石破茂做防卫厅的长官 后来就改组成防卫大臣 那么相当重要的地位 所以他历任很多东西的 而他也都有个花名 就叫做安保通 就是对于美日安保非常熟悉 长期耕黄这个国防的议题 所以对于第一岛链 台日安保 台日联防 区域和平稳定 都有相当多的着物 他着重一些所谓地区的阻击 以和平 外交 对话 合作商贸利益 来为做根据 接着都兼顾国家安全 国防的发展 这些当然废话 就是废话了 但是基本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 他在自民党里面一直不受欢迎 我都说过 一个小石河 三个都是非主流派 一个非主流派 能够当选 是因为合中连环 能够连结所有非主流派 包括小泉的实力 加上 将岸田这个大的主流派 挖掘起来 所以最后石破茉 能够当选 成为第28届的 日本的自民党的总裁 当然了 大家知道 在他的政见里面 他本身很喜欢铁道 很喜欢他老婆 常常扮鬼扮马 很喜欢咖喱 很喜欢拉麵 这个就是他的特色 他去过台湾 2年7月访问过台湾 见蔡英文 今年8月13日 亦都是书团访问台湾 那书团叫做 《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 跨党派跨派佛的议员 访问台湾也是会见乃清德总统 由45分钟谈到90分钟 爆了时间 当时岸田在日本宣告不连任 大家都问 那你石破茉想不选 他就说考虑 20个支持 他为什么不考虑呢 意不容辞 他也是感谢乃总统 关心8月在九州的地震 大家知道今年1月能登半岛的地震 到现在都在赈灾期间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日本的情况 所以这个大的格局 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 我们不会认为石破茉是一个 共产党的奸细 但我说耳朽怨 即他本身是一个 比较是 怎样的政治人物呢 2010年之前呢 他是强烈主张中国不是威胁 大家听清楚这句话了 2010年之前 他是不断主张中国不是威胁 不是威胁 日本呢 就不应该将中国视为威胁的 但在习近平上台2012年之后 尤其在安倍担任首相之后 他都要找在安倍里面一席位 怎样都要做政棍吧 那当时你要做什么呢 比如防卫的东西 比如其他的东西 你都要跟安倍的路线做事 你进去内阁 于是逐渐将中国视为威胁 他说如果中国侵略台湾 日本都会受影响 但当安倍晋三不断说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时候 基本上他没有强烈的附和的 也都不会用这东西成为他的主族 他要跟中国维持一些 又倾又继的地位 但同时也都不会真的继续 谈得多 很多生意的利益 同时我们看到麻生太郎 也都非常重要的派佛之一 他说海賊王呢 里面有个老夫 说到最后就是日台关系非常重要 是不能够背叛朋友 也都要坚持友谊到底 因为象征日台关系正正日上 这些麻生太郎会说的说话 安倍会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这些东西在石破某的口是没有说出来的 8月23日来到台湾访问 有两个不 我非常放在心里面 齐帆明夫 即我的论判 也有说到这一点 当时他接受日本媒体访问 他说 日本媒体说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甚至战争 日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石破某说 我不方便回答 记者又问 是不是需要立法加强台湾日本的问题呢 石破某说 不需要 没有补充 不方便回答 不需要 这个不是远古时代世纪时代 是今年8月的时代 所以我就说 哇 这样的人都可以 所以我会觉得言行消极 力度不足 传递错误信息 被人家有亲中派的印象 当齐帆明夫在富士的电台里面 电视台里面 那我访问他 他立刻就问个问题 人家说你亲中派你怎么看 哇 立刻 这个石破某呢 就是不再幽默了 拿起一块口面 主持人说 说你快点澄清啊 不要被人老屈啊 石破某就在那里说 就是 好像有些老羞成怒的感觉 就是说 我怎么会是亲中派啊 那我不喜欢贴这些亲台派 亲中派的标签的 他没有回答到问题 我喜不喜欢被人贴亲中亲台派的标签 我问你是不是亲中派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那你政治人不是永远是说一些东西呢 固左又嫌他啦 他的整个世界观是比较落后的 你问我 他仍然认为共产党都好像邓江湖时期的共产党一样 就是中国对日本有威胁 中国对日本有野心 中国是想称霸世界 但是呢 我们要跟他交往 不要跟他呢 就是要跟这个人呢 要和平共存的 就是他要这样去 就是跟中国去处理问题 所以他不是一种呢 就是 听我上次讲的 他不是一种管 他不是一种叫做胜利论 他是管控论 他不是要win China 他要manage China 但是manage呢 也都要靠美国啦 他对于整个美日关系有什么看法呢 第一 首先呢 强调第一 岛链的重要性 美日安保的重要性 台日安保台日联防区域和平 防卫的重要性 这些lipservice大家会说的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呢 国防要装备 国防要预算 今天乌克兰明日亚洲 不可以呢 洗到日本落后的 但是究竟要增加多少个国防装备 增加多少个国防预算 比较数字 你没有量化的东西 我增加多一粒 增加多一条毛都是增加预算的 多一号都是增加预算的 那所以这些东西呢 要量化的标准啦 那我看一下他 听其言观其行啦 那另外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呢 修宪 他就说呢 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呢 又修为和平宪法啦 就是说放弃战争 那高士祖苗说明呢 就是说要删除放弃战争的条文 和呢 要被自卫队变成国防军 最后呢 要向外呢 可以有自卫队在外面保护 在外面外国的日本人 那而他呢 就说到什么呢 他没有在 他正式的文献上面 说国防军 但是他说 自卫队 和紧急状态 要 再明在第九条 要修宪 各位 要修宪的门槛非常高的 你除了要自民党 你都不够票的 你要什么呢 立宪民主党 就是这个左交的 真的比较亲中的政党 比如野田佳燕那班人 那这班人呢 你要基本上 你要拿到他的票数才行 你要修宪 很难 你很容易交换 基本上 这么多年来安倍 做了这么久手上 三任手上都收不到 如果加上第一任 四任手上都收不到 所以更加难的 所以说是容易做走难的 好了 中俄军机侵犯日本领控 8月26日 中国解放军的军机侵入日本领控 但当时现在进步 后来第二日 率领代表团 访问中国 建和喊 都没有表达过抗议 那中俄军机侵犯日本领控 怎么办呢 这个呢 我会比较认同 石破茉的看法 即是他说 智慧队现在只有警察权 现在只有警告射击 那见到有军机飞过 他没有任何现在不法侵害 我不可以做正当防卫 他是紧急避难的哦 我可以怎么做 没办法还托 但他希望改革法律 尤其是修改自卫队法 能够自卫权抗衡 领土领控的被侵犯的情况 由警告射击 变做危害射击 觉得有危险你就射 不是说呢 你要有现在不法侵害 我要警告你 你继续做 我才射 所以基本上 这个就是说 不要那么交了 那这件事不是常识吗 那我当然会支持他 就是捍卫常识的动作 但有些事呢 我真的觉得是相当得人惊讶 特别我举了两个例子给大家听 第一个就是日美同盟 他认为为西上唯一不平等的 国与国的联盟 不是搞错 日美联盟 日美同盟 即美日安保 都认为西上唯一不平等的安保 那日韩 美韩之间的东西都不行了 那美国和韩国之间安保是什么呢 和平的时候的 就是归你这个韩国管 战争的时候就归我美国管 我问你这个是不是叫平等 这不是叫平等 公就是你赢 事人我输 和平 那都不需要用军队 战争才用军队 那基本上就是美国大了 韩国都会说一声 日本不同了 你石破盟不同了 你说美日同盟是全世界唯一不平等的一种联盟 他提倡修改1960年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 这个日美地位协定 所以怎么修改呢 就是说日本可以和美国评分抽息 第一 双方都有权共管在冲城 即琉球的驻日美军基地 喂 那个是驻日美军基地 那请问你怎样共管呢 你租给他 他用 你怎样共管呢 第二件事更好笑 他说日本可以在美国设置智卫队训练基地 各位 各位 这个很荒谬的 你这些美国军官在日本训练你这帮人 为什么你可以在别人国家训练自己的人呢 好了 这个训练基地 如果是一个军事基地 军事港后 喂 你的自卫队要去对抗的敌人 是中国呀 是北韩 是俄罗斯呀 你怎么会把这些自卫队 派遣到美国 难道你要对抗加拿大、墨西高呀 对抗美国呀 喂 你派在那里做什么才行的呀 如果要训练就请美军来 像台湾这样邀请美军来 训练我们在台湾的军队 甚至没有操作 应该要操作的武器 但在日本 你要跑去美国去做训练基地 我听起来都会觉得很可笑 你应该邀请美军来到日本 或者说来台湾都不要紧 去韩国都不要紧 去训练自卫队 这些概念就是说 我硬要和美国评分抽息 刚刚这一点呢 是美国非常痴之以鼻的 即是觉得你搞什么 石破谬 即是这些东西 高市组面不会讲 安倍晋三不会讲的东西 第二样东西 这个石破谬提倡 尽快设立亚洲版北约 伙伴之间如果被入侵 他国有义务相救 即类似北约第五条 就是共同防御的性质 共同防御条约制 签订的所有国家 一个被侵略 其他国家有义务 保护这个国家 一起对抗这个侵略者 这叫做亚洲集体防卫机制 我会这样看的 整个美国报告局 不是这样报的 美国报告局 叫hub and spoke 就是轴轮 以前的古代车轮 中间进入的 然后散了很多地方 车轮轮转 hub就是轴 就是动轴 这个就是美国 跟着一条条散了 每一个点 就譬如日本 韩国 菲律宾 台湾 澳洲 纽西兰 这一条条的东西 就是美国和各国家的关系 就叫做spoke 逐语 复射的复 就是车车边的复 横复的复 hub and spoke 基本上一直以来 美国现在做的做法 比如美日安保 美韩安保 英美澳会有AUKUS 然后quad 四方安全队 印度 澳洲 日本 美国 那样 另外譬如说 北约会不会东阔 去到这个地方 我想机会比较微 为何呢 你要知道 第一 你要搞阵营对抗呢 就是所谓的 你要搞这样的同盟的话呢 你要激起中俄之间的结合 为什么北约不要 即北约定到加二 加三 即加韩国 日本 加上台湾 加上菲律宾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呢 你不可以把日本 韩国 视为北约国家 因为你这样搞法呢 一定会激起 专制独裁国家 自己形成一楷的 那你不是想 即是一个 allies and axis 你不是准备 第三个世界大战呢 即是一战的情况 大家知道 你刚刚提升 你不是想 启动这样的 escalation 先 如果你未准备好的话 你这样做的话 会很大的问题 你希望中俄会分手 不是逼到他们 逼上梁山 他们怎么都要 结合在一起 于是乎 应该要做什么呢 hub and spoke 美国为核心 但是各个地方 好像没有什么联盟关系 实质上就是联盟关系 就是以美国为族心 那你如果搞个亚洲办北约 第一样东西 如果是美国为族心 都不轮到你石破谬说 如果真的要搞亚洲办北约 真的要打第一张 街穿三的人 就应该是美国 不是你石破谬 怎么轮到你说话 第二样东西就是 你搞亚洲办北约 就基本上想摆脱美国 想自己玩一个自己的北约系统 日韩 那侵不侵台湾玩呢 你又不承认 中欧民国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那你不侵它玩 那这个亚洲办北约怎么玩呢 你顶当就是说 日本啊 韩国啊 跟着有菲律宾啊 越南 那我请问你 背后如果没有美国的首肯 每一个步骤 他都答应 怎么玩呢 还有美国需不需要 亚洲办北约呢 美日安保 美韩安保 美非安保 有驻军 有所有人在里面 我需要搞这样的花神 I want the substance not the form 我要的是实质 不是表面嘛 所以呢 石博某这件事 我觉得是不可行 而且 他本意虽善 但是不可行 那么多样东西 我会发觉到 美国会对这两个 最痴之而避 你修宪啊 或者那些 整色整衰的东西 不重要 那如果是Trump的话 更加为 付预算 付钱 但是 美国不会那么追日本 为什么呢 一来是以前和安倍的情谊 情谊 不能当金洗的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虽然日本付的过防经费不多 因为他没有军队 他是自卫队 你要明白 警察 虽然实际上是军队 他付的不多 大概1% 2% 但是记住 这笔数 是未包括 日本另外付的另外一笔数 那笔数是什么呢 维护美国 军队驻日本的各个基地的钱 那笔数不当是国防军费 都是租地费用 甚至没有维护费用 日本付很多东西 这些钱加起来 其实不少 所以Trump没有怎么追日本钱 Trump是追韩国台湾钱 但很少追日本钱 说过之后 你真是给多些的话 大家兄弟的 没有算 他会这样算 你要知道 那个基里在这个地方 所以重点在哪里 就刚刚说了 亚洲反不弱 美日同盟是唯一不平等的同盟 这些东西是很奇怪的 美国会 哇 下一条线 另外 你会发觉到 他当然 有些跟高士祖苗一样 他要制定政党法 改革选举制度 现在自民党又改革 必要 因为政党无款参会议员 不停向外界去务集政治的现金 但是最后这些政治现金变成个人的回购 也都没有申报给政府 那牵涉到社会很大的波 这些跟这个清和会 即安倍系统有关 我想高士祖苗有些 因为受这件事影响 跟他无关 但受他以前的 参加过的安倍系和这个清和会 他现在不是了 就是他们这些这样的丑闻有关 再加上 一直以来的量化宽松 一直以来的低息 通货膨胀 最低工资会不会加也都不清楚 跟着呢 最后石破某就说 我会加息的 一说很有趣 你看日本同一样都是猜错的 日本的主流 第一轮的开票 一点半一开票 高士祖苗还在赢这个石破某 那就是说 不会有加息 继续维持低利息一段很长时间 个个抛售日元 跟着买美元 跟着呢 两点半石破某赢了 石破某说会逐步加息 于是玩平仓了 买美元 买回日元转头 结果什么呢 日元旦升 一美金原先到146.0-5的日元 但升1.3% 去到一美金到142.5-142.9的日元 那你等下 日元突然之间几分钟之内 升值1.3% 不是拜登曲线 叫做这个石破某曲线 不是曲线 是直线 那未来会不会继续升下去呢 那他说会逐步加息 那逐步加息的意思是什么呢 日元会升值 值利率会增加 十年期的日本公债那个期货下跌 那这些不明白的话 你看看一些日本的一些基本的财经消息 你就知道 变了大家去日本玩呢 变相贵了 OK 那这件事的话 对于日本的出口不利 那这种加息的情况呢 是不是你有那么大的抵运 你有那么强劲的经济 可以承受到这个加息呢 我都很有疑问 那我会认为安倍经济学 或者早苗经济学 我这么说 就是用量化宽松一段时间呢 是比较对的东西 你看看 美国联署局 就是联邦处备局 就是联准会 台湾叫联准会 香港叫联署局 就是减息两码 就是减息一码就是0.25% 两码就是0.5% 那你看看世界的趋势 就是美国都在减息 日本在加什么 还有你今天 是未加息 是日日升值 你还未说加息 日日日日本的央行行长 相对独立的 他都说 暂时维持低息是比较好 所以有矛盾的 当十二一号 这个石破没得上入 是不是会真是 指挥政治指挥这个央行长 喂 加息了 不知道 但是市场呢 已经知道他的政见是这样 互相会有影响 所以先有个心理预期 哎 公债期货下跌 公债值利率上升 跟着日本的日日日升值 那这个情况呢 是非常明显的 那大家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大家跌破眼的 原先以为高市早没有赢 连财经界全部都是这样 all in他 谁知道 你就是输了二十一票 给这个高石破莫 主要石破莫赢 那我们 我们愿选就要服输 公平选举 公平选举 我们没有质疑过 这个选举的舞弊 对不对 我们都要面对这个失败 这个情况 和2020年 特朗普 所谓输给拜登的情况 我都显著不同 那么另外一点呢 很离谱的 就是细声地跌下去 你知道很离谱的 台湾有事的时候呢 他就想想 是不是说日本有事 他不敢说 他说呢 会撤离开 所有在日本的 在台湾的日桥 要出动自卫队 飞机啦 蓝石啦 在哪个基地去迂回啦 都要去沙盘推演 这些全部都要需要先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才做到的 我现在摆明没有法律依据啦 那我就请问你了 你讲这件事是不是 sidetrack整件事 人家问海湾有事 你日本会不会真的协防 那么高市祖苗都说 会 全立危机事态 2014年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安倍晋三 已经将这件事讲得很清楚 三个事态 全立危机事态 就是说台湾被人攻击 就是事同等于日本的利益被人攻击 这个会不会立即协防呢 高市祖苗没有讲明 但是他讲到全立危机事态 就是说这个威胁到日本的国家的存在 国民的生命身体自由追求幸福快乐的权利 就是有永久的不可莫别损害 日本可以做一些有效草丝来防制 他没有说协防啊 但是他可以这么说 可以做一些紧急草丝来做 这个不需要仰赖美国的安保 日本可以自发去做 这个就是高市祖苗 这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位政治人物 好可惜这位高市祖苗 没有办法成为日本国第一任的女首相 差二十一票 真是 真是输得很惨 那结果就是被石破茂做了 他就故左右而言他不说台湾有事 等于日本有事 等于日美联盟有事 他就说台湾有事 等于撤离日僑 但是之前都要有这个法律依革 那现在没有嘛 那怎么呢 那这个法律的倡议是什么 没有说到 所以我就说 喂 这样搞法的话 有很多东西不是我觉得那么乐观 那他当然了 他搞很多内政改革 说要伸设一个防灾省等等的东西 那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有几样东西他对抗中不力的 第一 政国神社事件 比如说 那些中国人两次阿尿图压 你有没有谴责过呢 第一 高氏祖苗说他会继续参败政国神社 你有没有呢 第二 高氏祖苗说 当时川山富士 1995年那种软弱的 为殖民来道歉的那番说话 甚至不要推动全世界国际财军那番说话 这些中国很like的 共产党很like的 这番川山富士的说话 就是川山谈话 高氏祖苗是否定的 安佩也否定的 安佩也否定的 但是这一位石破谋 基本上就没有否定过 接下来第三件事 高氏祖苗有两个政见 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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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这个很重要 就是经济的人性resilience 如何在关键的敏感的科学技术方面 一些很核心的 供应戀核心的一些元素 甚至说到一些关键的物资 这些全部都要好保障 这一点是日本全立的重要基础 高氏祖苗亦推 但这一位石破谋 没有全立的 这些就是我们看的不同 当然高氏祖苗比较右派 反对同性婚姻 反对选择性的夫妇 这个必性 基本上夫妇要同性 他比较尊重传统 支持扩大旧性 反对女公家 反对女系天王 这些就是比较传统 虽然她是个女人 但他基本上确守一些这样的价值 喜欢与不喜欢都可以 他是一个这样的想法 石破谋就不是的 他说要推动夫妻不同性的合法 这些东西比较liberal一些 比较左派一些 所以一个左右 一个是对于中国的距离比较近 一个是对于美国的距离比较近 这个分别呢 我想是有基本上的不同 当然高士祖苗就认为要 卫星、电磁波、网络、无人机、导弹 全部都要加强全方位的国防实力 石破谋在这方面 就未必是成为一个重要 因为高士祖苗的偶像是什么 他的模特 或者他的模范是哪个呢 大卓而夫人 OK 他认为大卓而夫人就是他的模范 也是很重要的一位 保守主义的一个捍卫者 他没有恶色啦 差了21票 我希望这个情况 不会特朗普和Harris之间发生 我希望特朗普赢的 这是更加关键的事 所以所有未发生的事 我们寄予最大的希望 最大力量推动 这个我们叫free will 结果是怎样 在所不问 成功莫问英雄 功成我在其中的军事之图 这件事的话 希望默默做 不要灵共 默默做 就是最重要啦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是 这个石破谬 他的一些想法 去到这里 我想这个是最主要我要想 讲的一个重点 我记得高士祖苗 他虽然落選 我非常敬佩这位女性 我希望他在未来的总裁的选举 即是手上的选举 能够获胜 有选未为输 因为石破谬都选到第五次 说最后一次选举才赢的 所以所有的世事都是 没有说 哎 即是你选一次输了就没有了 不是这样的 在于你有没有恒心做下去 公司祖苗有几件事很touch我 他说什么呢 不能够令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 OK 不能够令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 即是这件事就是 告诉大家 香港他的看法 都是台湾的重视 一句说话 已经讲给大家 日台联心 你石破谬有没有讲过这些说话呢 没有 第二件事 高士祖苗又说 台日之间既要讲友情 也要讲政策的实际合作 要互相保护 哇 四个大字好 互相保护 石破谬我没有讲到这些 第三 如果当选总统 当年都是蔡英文做总统 如果当选首相 即当时高士祖苗是选过一次 做这个自民党的总裁 如果我高士当选自民党总裁 成为日本新首相 将会飞来台湾 和总统当时蔡英文见面 即是换言之 我是做了首相 我是一国的领袖 我会飞来台湾 和台湾的总统见面 这个是哪个国家的领袖 可以讲得出这一点 和台湾没有帮交 和中国有帮交 好了 石破谬会不会讲这一点 没有 永远 所以我会说石破谬 是近这十年 由安倍、菅义伟、岸田文雄 十年的一个情况 我认为最亲中的 亲中的程度分别 他和中国靠近 和保守主义右派 远离 和美国输远的一位 首相 所以有一个黄灯 亮起的 那么我们面对这个情况 会不会觉得 哇 背脊发梁 怎么办 就是这样搞法的话 哇 怎么都不行 那样搞法的话 哇 日本原料 我又不会说什么 日本原料这些说话 日本也没有原料 是不是 真正的地方就是 日本 现在要靠很多民间 看回解散国会重选 因为石泊玉极有可能解散国会重选 那么结果能够形成新的民意 能够使他自己的派系更加大 而石泊玉在民间 跨党派呢 他的支持度是高的 但是他有很多的政治的立场是untested 我记得 齐巴明夫 因为和我有聊天 他都和我说过一件事 就是 石泊玉在九十年代 你看回《维基百科》也有说过 九十年代 他曾经一度离开自民党的 所有自民党的人 对于伴障 是比较有解体的 就是譬如你一间公司 大家香港可能做过公司 譬如你A公司 你有几年离开这间公司 之后才回来的 很可能呢 其他人都会觉得 你不忠诚 除非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不是做政治重商 或者做其他行业 为什么 但如果你今天都是做回 其他政党或者无党派的人士 他组织另一个政党和自民党继续 这种情况就是你的loyalty 是calls into question 今天你有loyalty question 你变了这个政党的头 更加觉得 那你是为自己的利益 还是为政党的利益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然后自民党那宗 政治献金的问题 都未完全搞清楚 你不要以为我石破 和这个清和会 或者这个安倍 不同关系 你就可以自主到外 你是自民党 立宪民主党会抢你的票 那本来你今天 你成为了首相 接着你解散国会重选 你是拿到自民党更多的票 或者更少的票 如果有一个比较实质的减少 比这个左交政党 立宪民主党 拿更多票的话 哇 那么分分钟呢 自民党要开开特别会议 分分钟是重新选举过 这个自民党的总裁 未来会报入一个时间就是 因为这个非主流派执政 非主流派执政 比如安倍 菅义委 菅义委 都是一个大的派系 但菅义委 某程度上支持小泉 OK 接着岸田文雄 这些是大的派系 但是你说 到最后 小石河 小泉 石破 石破 和河野太郎 他们几个人这样搞法呢 会不会形成一个比较亲中左派 而且比较不稳定 就是说分分钟这个松散的碎石般的执政联盟 分分钟会土崩瓦解呢 比如遇到一些丑闻的时候 或者一些改宣的时候 你失去席位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情况 分分钟会 所以我就说 现在还没看清楚 日本很可能 会有一段时间是一个政治动荡 这个动荡有点像 大概十几年前 自民党失去执政地位 那时候不是沟山尤企夫 什么奸籍人 那些人 那些人 其实他们本身 都是一个动荡时候 在野党变了执政党 自民党在野了 不再吵了 会有一段风波的时间 一直去到安倍晋三 打败野田戒然 成为了真正自民党的领袖 成为了安倍经济学的地方 在日本继续振兴的时候 摆脱了几十年 就是这个由广场协议 导致到日本的负债停滞的情况 现在基本上已经开始向上发展了 好了 在这个时间 安倍突然之间遇成 事实真相大家都知道一些 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后面摆布呢 也未可知很多阴谋论 或者一些估计 我不说阴谋论 一些估计猜测在里面 我才不评论这些东西 但是安倍之后 你会发觉到菅义委 这个岸田文雄 基本上在延续安倍的路线 稍微弱一点 不够那么强火候 但基本上那条路线 但我很害怕呢 也都不用害怕的 我觉得比较肯定的 就是这个石破某当政的时候 安倍的路线未必会如以前般延续的 而这个东西是一个警号 是一个警号 这个警号是对日本国 防范中共的这个滲透影响力 是一个警号 对于台湾来说 也是一个警号 为我们的盟邦出现这样的问题 接着再看对美国 会不会说 哇 如果继续阻交下去 英国搞个Kia Starma 结果是什么呢 哇 现在又出席11的活动 又和中国的官员过重甚密 是不是 接着你看到这个 德国红绿灯联盟 接着法国继续Macron在这里阻交下去 接着你看回 哇 日本搞一个自民党里面 比较左的人 比较亲中的人 做首相 好 接着看美国 如果哈利斯当选 全球大幅度向这个左派去倾斥的话 而每一次右派输少少 你英国除外 日本是输少少 输21席 即21个议员 要在21个议员间 这个所谓党部的票 我真的输得很惨 接着美国会不会就是这样呢 会不会特朗普又输少少 输给哈利斯呢 我是忧心的 特朗普没有说赢硬的 这个选举制度本身 如果你说没有选举制度的问题 说真的 输赢我都无所谓 这个是美国人民公平公正公开 他砸嘛 但如果不是 哇 那就很多问题重生 OK 我都希望大家现在去关注一场未打的选战 就是美国 日本这个已成定局的了 他未来可能会解散国会 重选日期可能十月尾 在美国十一月五日大选之前 那么 昔木耳在美代的变化 我们下一次再说 那么 有点 谢谢观看